法定人數不足 首先歡迎大家今天出席有關2020年香港治安情況的記者會 今天我們的講者包括有警務處處長鄧炳強、鄧Sir 以及三位副處長分別有郭蔭樹郭Sir、蕭澤宜、蕭Sir 以及劉刺惟Madam Lau 待會處長先會作出簡介 之後就會開始台下的發問時間 我現在將時間交給鄧Sir 各位記者朋友大家好 歡迎各位參加今天的記者會 現在我和大家講述2020年香港的整體治安情況 以及警隊本年度的工作重點 之後歡迎各位提問 2020年全港錄得63,232宗的罪案 較2019年上升6.8% 增加4,07宗 暴力罪案即是下跌了3.1% 整體的破案率也略為回升0.7%的百分點去到37.8% 整體罪案上升了4,07宗 主要是由於詐騙案增加了7,000多宗 此外勒索和警方主動出擊的罪行 包括嚴重毒品案、嚴重賭博和有組織賣淫罪行 亦錄得較顯著兩成到五成半的升幅 主要原因是隨著反修例事件引發的暴力和違法情況 在去年有所緩和 我們警方已經靈活調配資源 並以情報為主導的行動去打擊上述的罪行 至於與反修例事件相關的罪案類別 包括縱火、刑事毀壞、藏有攻擊性武器、妨礙公安的罪行 即是暴動或非法集結等 隨著暴力被逐漸平息 案年度錄得大約百分之二十五的跌幅 在此我講講幾樣是教授關注的罪行 詐騙案有15,553宗 較2019年增加了7,337宗 升幅大約九成 當中有幾類案件是錄得較顯著的升幅 包括網上購物騙案、電話騙案和網上情緣騙案 網上購物騙案有6,678宗 增加了4,484宗 升風為兩倍 當中只是口罩騙案已經大約有2,500宗 至於繳務官員和猜猜我時髓的電話騙案 以及網上情緣騙案分別上升了八成半和五成 涉及損失的金額合共到七億八千多萬 增加了差不多一倍 針對各類騙案 我們警方持續強化防騙教育工作 尤其在居家抗疫期間加強網上宣傳 以提高市民大眾的防騙和防止網絡陷阱意識 令戴徒難以得手 我們警方持續推動業界合作 提升銀行職員 匯款商辨識受害人 協助防止罪案的能力 2020年 反詐騙協調中心的防騙意識 亦阻止過超過300宗騙案的事主會出騙款 由於上述騙案 往往涉及跨境和跨國的元素 協調中心和對外合作夥伴和國際警務機關 建立了廣泛網絡 去年在800多宗騙案中 成功攔截了超過30億元的騙款 減低受害人的損失 勒索案有1399宗 增加了984宗 升幅2.4倍 當中 裸療的勒索案 上升了接近5倍 去到1,009宗 佔整體勒索案是超過7成 案件增加 相信和疫情期間更多人 使用網上聊天和交友的軟件有關 刑事恐嚇案有1,401宗 增加了221宗 升幅大約兩成 主要是由於和收債有關的刑事恐嚇案件 是增加了大約240宗 去到550多宗 這個相信是和社會經濟轉差有關的 針對非法收債活動 我們警方積極採取情報主導的行動 由去年年中去到今年年初 是拘捕超過50人 涉及過百宗和收債活動有關的刑事恐嚇 和刑事委託案件 行劫案是較2019年上升2成6 去到264宗 其中165宗的案件被偵破 判案率是去到6成3 比2019年的3成7大幅提高 而爆竊案則下跌了1成2 去到2095宗 警方偵破了580多宗這些案件 拘捕了450人 破案率是上升了10個百分點 去到2成8 我們警方會繼續進行 以情報主導的行動 和靈活調配資源加強巡邏 進一步打擊街頭的罪案 性罪行方面 強姦案是較2019年上升2成8 去到64宗 破案率是9成2 當中只有一宗是涉及陌生人 並已經被偵破 其餘63宗的疑犯和受害人 都是認識的 涉及16歲以下受害人的有18宗 較2019年是增加了超過3成 非禮案則下跌了3成 去到682宗 破案率是76 大約2成4的案件 是涉及16歲以下的受害人 受害人在網上認識疑犯之後 被性侵犯 包括強姦或非禮案件 有31宗 增加接近一成半 我們警方會繼續留意性罪行的趨勢 連同各自分者進行針對性宣傳教育 兇殺案有22宗 較2019年的24宗 是輕微減少 連同年初剛剛徵破的粉嶺石廠謀殺案 全部案件都已經被徵破 在這裡我想說說 雖然2020年的罪案數字 是較2019年上升6.8% 但是如果比較2020年下半年和上半年的數字 整體罪案是錄得4%的跌幅 行劫案更加大幅是減少六成 爆竊案減少兩成 反修例事件相關的罪行類別也減少一成去到七成不等 這樣顯示了治安情況是逐漸回復平穩 本港治安是轉趨平穩 除了警方的嚴正執法 法庭對暴動和暴力案件具阻嚇性的判刑 市民對違法行為的嫌棄之外 在6月30日在香港頒布實施的香港國安法 都有助恢復和維持社會秩序 另外我想說說非法入境的趨勢 2020年警方連同其他執法部門 一共拘捕了828名內地和1,121名非華裔非法入境者 較2019年分別上升接近兩倍和三成 其中內地非法入境者的數字飆升 相信是因為疫情期間 實施的入境管制措施有關 令到他們要以偷渡的方式來香港 從事非法勞工或者埋人的活動 由於非法入境問題 會衍生治安以至衛生的風險 例如在疫情仍然嚴峻期間 從事賣入活動 我們警方會繼續加強和內地邊防的情報交流 和採取行動去壓止聲勢 在青少年犯罪問題方面 因刑事罪行被捕的青少年 較2019年是下跌6.6% 去到3,987人 雖然當中涉及妨礙公安罪行的人數 是錄得超過四成的跌幅 但是因行劫、讀品和三合會相關的罪行被捕的青少年 都是錄得差不多一倍的升幅 而我們警方在最近的行動中 亦都留意到 不法集團是利用青少年和學生 進行非法收債等等的活動 此外 顯示反收例事件催生的不守法意識 包括暴徒經常是鼓吹的所謂私了的行為 可能已經是屠獨了下一代的年輕人 令整體青少年犯罪情況惡化 除了我們嚴正執法之外 警方會在合適的案件 繼續積極運用警司警戒計劃 處理18歲以下認罪、有悔意 和不涉及嚴重罪行的被捕青少年 協助年輕人改革自身 重回正軌 去年底我們警方和多個團體合作 舉辦保護兒童州的全港大型宣傳和教育活動 透過講座、分享會和社交媒體平台 和教師、家長、社工和學生交流 一方面是提高青少年的守法意識 另一方面是傳遞保護兒童 預防網絡陷阱的訊息 包括拿寮勒索、網上讀品、性罪行 兒童色情物品和校園欺凌等問題 我們警方會持續透過跨部門 多機構合作 致力建立和提升青少年的守法意識 並教導他們避免成為罪行的受害人 協助青少年邁向正確的人生 接著我會講講反修例事件和香港國安法的執法情況 直至去年12月底 反修例事件中一共有10,200人被捕 當中大約四成報稱是行三 我們警方已經檢控了接近2,450人 當中有940多人已經完成了司法程序 超過這些八成的被告是需要承擔法律的後果 包括被定罪或者是簽保守行為 而被定罪和判刑的人當中 有190多人被判監禁 上個月在機場非法禁錮和毆打內地記者附告的三個人被判暴動罪成 監禁四年三個月去到五年半 是目前最重的刑罰 此外涉及汽油彈的最高判刑是四年 有公然鼓動群眾包圍警鐘的三個人被判即時監禁 7至13個半月 闖入並肆意破壞港鐵站的兩個人被判監 兩年零兩個月等等 香港國安法的執法數字方面 自至目前我們警方一共拘捕了97個人 涉嫌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勾結外國勢力 以金錢或其他財物資助他人分裂國家 部分人士亦涉及發表煽動文字、欺詐、洗黑線燈的罪名 當中八個人已經被檢控 其中包括以勾結外國勢力罪 拘捕和檢控了一個傳媒集團的主要自古人 以及以顛覆國家政權罪 拘捕了55名涉嫌組織和參與 以攬炒十部局為目標的所謂 35家立法會初選的人 案件正在被積極調查中 香港國安法實施半年以來 我們警方是視而不捨、積極守證 對涉嫌違反國安法的人採取拘捕或檢控行動 現在社會秩序是漸漸恢復穩定 但是警方是會嚴防違法活動死灰復燃 特別是要提防個別激進人士發動咕嚨式襲擊 例如去年12月就有暴徒向警察體育遊樂會 是釘汽油彈 我們警方是不會掉以輕心 是會以情報主導盡早展開調查和執法行動 是嚴防形勢逆轉的 在這裡我也想提提警方的抗疫工作方面的情況 我們警方啟用的重大事件調查及災難支援系統 即是俗稱的超級電腦 現時大約有40名全職人士的同事 是全力協助分析了大約1萬宗的案件 並就其中1千多個案件是派遣認證人員實地調查 以追蹤病源分析傳播熱點和超級大菌者 我們警方也都外借了差不多50名人員 是協助衛生署調查和檢控為例的個案 以及40名人員在新成立的個案追蹤辦公室 是追蹤確診的個案 此外我們警方日常是繼續派員 是駐守各個口岸和隔離中心 協助執行隔離令 上門突擊檢查和追蹤違反檢疫令的人士 執行大廈強制檢測 就限聚令、口罩令和受規管處所進行巡查和執法等等 現在疫情在全球和本港持續反覆 我們警方會堅守崗位 和各部門同心協力做好防疫工作 最後我想簡單講講我們警方今年的 警務處處處長首要行動項目 以及今年我們的四個工作重點 今年警務處處長首要項目 是由過往的七項 即是打擊暴力罪行、打擊黑社會、犯罪集團和有組織罪行 打擊毒品、打擊賺快錢罪案 加強網絡安全和打擊科技罪案 提高公共安全和加強反省工作之外 是增加了一項維護國家安全 我們警方會從情報、執法和宣傳教育三方面著手 以達至有效防範和壓止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以及爭取公眾信任和支持 至於今年的四個工作重點 第一是繼續推展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 我們警方會積極收集和分析涉及國家安全的情報 打擊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並且會改斷執法 拘捕違法人士 要保障全港市民的安全和權益 第二是聚焦防罪滅罪的工作 社會目前秩序是大致平復 警務人員又要馬不停蹄 由防暴帶隊回前線 採取以情報為主導的行動 以及加強巡邏去壓止罪案 今年警隊會再接再例 聚焦處理市民關注的民生和治安問題 除了繼續以情報為主導的行動 加強巡邏之外 我們警方亦會自力與社群 保持緊密的合作和善用科技 打擊網絡、詐騙、暴力、黃賭毒、爆竊、行劫等罪案 以及實施有效的交通執法 第三是加強社區的聯繫 我們警方會積極採取廣泛的公共關係策略 主動澄清和打擊虛假消息 並持續增加透明度 提升公眾對警方工作的了解 協助市民認清事實 舉個例 在去年11月 有議員無中生有 俄精被警方拘捕和帶返警署 更加捏造期間被恐嚇和不准見律師等等細節 但是事實上 他當晚根本沒有被捕 亦沒有進出過警署 我們警方已經多次就這些失實的指控 透過社交媒體和澄清信件 作出嚴正的駁斥 我必須向在座各位說明 我們警方對於抹黑和羞辱警隊的言論 作出反駁 並不是我們不能接受批評 我們樂意接受基於事實的批評 但是我們不能被妄顧事實的說法去污衊和侮辱 令市民對警隊產生誤會失去信心 削弱警方的執法能力 甚至是危害國家安全 最終受害的只會是市民大眾 除了協助市民認清事實之外 我們警隊上下會繼續自強不息 進一步提升專業水平 尤其在面對社會部分人士對警方的誤解 我們仍然不偏不倚 不抗不卑地執行職務 贏取公眾的認同 警方又會主動加強和市民大眾 尤其是年輕人的溝通 並且積極和社會不同的解別 和持份者合作 積極去開闊溝通的渠道 把握機會 聯繫社區走進校園 促進警民關係 和爭取市民的信任和支持 第四是繼續全力以赴協助政府的抗疫工作 除了繼續執行隔離工作 上門突擊檢查、家居、檢疫人士、行蹤 和進行和限聚令相關的執行之外 在有需要的時間 我們會再增撥資源 我們警隊決心和香港一起打好這場抗疫戰 香港自2019年的反修例事件以來 是經歷一連串的動盪 治安倒退、暴力橫行 倒露縱火、隨處可見 更加曾經一度由暴徒使用真槍和爆炸品 嚴重危害公共的安全 暴徒不單止攻擊警務人員 更加肆意襲擊立場不同的無辜市民和商鋪 一幕幕的暴行 相信很多市民仍然是歷歷在蒙 暴徒有在網上鼓吹暴力和散播虛假的消息 進行起底和網絡欺凌 企圖是孤立警隊和他們的家人 市民大眾除了出外的時間要擔心自身安全之外 亦要怕在網上受到滋擾 幸好有堅守法治的市民和我們警隊一起抗衡暴力 警隊上下黑盡己任 果斷執法並與政府各部門齊心協力 令香港在持續一時的社會混亂之中恢復過來 2020年香港的公共秩序 已比2019年反修例事件以來大為改善 不過要防範暴力事件死灰復燃 治安形勢回復去反修例事件之前的良好水平 以及加強市民尤其是年輕人的守法意識 仍然需要我們警方和市民共同努力 我們警方會繼續適力以赴 捍衛國家安全和守護香港 讓香港市民得以安居樂業 我的發言到此為止 現在歡迎各位提問 現在開始發文的時間 想發文的傳媒請先舉手 我同時會遞一個麥克風給你的 然後麻煩你們說出你所屬的機構 這一邊穿黑色衣服這位女記者 Good evening Christine from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Two sets of questions First of all 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So police so far arrested around a hundred persons but only prosecuted eight of them So what are the possible reasons behind the low prosecution rate and also how would you respond to comments which accuse police of spreading white terror by making mass arrests without laying any charges which is also said to be an attempt to uproot the entire opposition camp And secondly on the twelve fugitives could you please confirm if police are going to receive eight of them on the 22nd of March when they will finish their jail terms and also during the period of time when they were questioned by the mainland authorities did you also receive more concrete intelligence from the mainland counterparts on their escape plots or even on other social unrest related offences which could help police hunt more suspects who are on the run Thank you so far we have arrested 90 plus people for NS related offences and NS related offences are a very serious offence we need to investigate it forwardly and we have to gather evidence we need more time to process all those cases in order to gather the evidence required for prosecution as you may recall the law only enacted on the 30th of June which is only something like seven months it's still too early to say the prosecution rate is low because you know a lot of cases are still under active investigations and as a matter of fact I think about more than 50 people are just arrested a few weeks ago so it's still too early to say that and regarding the what you call right terror I cannot agree with you in fact this term has been abused by a lot of people when they are being arrested they will make excuses saying that this is a right terror but as a matter of fact we based on evidence and based on law to make arrests you know the people try to make this excuse to make themselves feel a little bit better or maybe try to get away with their criminal liability or maybe try to fool the public so i think this term has been abused by many people and regarding the 12 wanted person from get awake from hong kong and being arrested by the mainland authorities and we understand that they were arrested in august last year and the sentence of eight of the people so it's seven months so for the time being we have not been notified by the mainland authorities regarding when they will be finishing their jail term but as they are all wanted person from hong kong for serious offences like riot or like relating to explosive cases and we will request the mainland authority to repatriate them back and we will take over them and take them to court thank you thank you 好 右邊第二行第一位 穿黑色衣服的女記者 麻煩 社員好想問一下 警方國安處 成立了那個國安議事 想問一下到現在 收到幾多宗市民的電話 還有想問一下 市民提供的資料 對警方follow up的那些案情 有沒有幫助 麻煩 到目前為止 這個國安議事 我們接到超過四萬個訊息 平均每日都有七百多個 由我們收到這些訊息 其實其中獲取不少有用的資料 令到我們可以作出進一步行動 謝謝 好 有沒有第二位 這一邊 帶頸巾那位女記者 麻煩 你好 我想跟進去 其實之前國安法 就拘捕了五十多人 涉及初選 但其實全部都沒有落案控告 其實距離初選都有一段時間 那為什麼那時候 是不立即檢控 令到會有人覺得 這個檢控率這麼低呢 還有就是 另外就是想問一下 警員操守的問題 就是想問一下過去一年有多少警員被捕 或者是有紀律方面的跟進行動 還有想問一下處長會怎樣評估現在的警民關係 麻煩 好 首先就是針對第一個問題 我們拘捕了五十多人的人士 其實是剛剛在無奈之前拘捕的 在1月6日作出拘捕 到現在來說 確實都是一個月都不夠 這些案是一些很複雜的案件來的 我們是需要作出一些調查 搜集了一些證據 拘捕了一些人之後 有些證據 作出一個調查 所以是需要一個的時間 我想在這一刻未檢控 就不存在你所說的情況 另外第二個就是 有關於警員操守的問題 首先我們警方 是非常著重我們警方人員的操守的 任何一個違法的人 特別是警察 我們一定要採取行動 作為警察 更加需要是知法犯法的 在過去的那一年 我們是總共有四十五位的警員 是被拘捕的 這對上一年是多了二十一宗 由於我們是對於我們的誠信 非常關注 其實這些被拘捕的人士裏面 是超過八成 都是由我們警方自己調查 作出拘捕 這些違法的人員 身為警察犯法罪加一等 亦都令到我們 絕大部分盡中職勢的同事 是蒙收的 那四十五宗案件裏面 其實其中有兩宗 兩宗案件已經牽涉了有十三個警務人員 我們一定會對這些案件 作出一個詳盡的調查 另外有關於警民關係的問題 首先我們都要理解到 在過往一年反修例的事情裏面 市民都可能有部分市民 對於我們有些不同的看法 但是最主要的原因 我們是理解到很多犯法的人 想犯法的人 想去支持犯法 甚至危害國家安全的人 是不想我們警方執法有效率的 所以就用很多假新聞假消息去抹黑我們 另外也有很多年輕人被他們煽動了 不以為我們警方是有些甚麼問題的 例如831這個死人謊言 這個事件其實這個謊言 對於我們那個打擊很大 而事實上是經過了監警會的調查 經過了現在那麼多的錄影帶出來 都已經將這件事搞清楚了 好了 當然我們其中一樣 就是要將這些是不確的消息 抹黑我們的消息 例如我剛才也提過了 不久之前都已經有個區議員 作出來就說他被我們抓了 又說被我們無理拘捕 被我們不讓他見律師 全部作出來 他說這些的目的是甚麼 我想大家可以想一想 所以我們是要協助市民認清事實 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樣當然我們警方 都要增加他們工作的透明度 令到減少你誤解 例如我們在一些罪案現場 我們警方有自己的一些傳媒攝製隊 讓大家可以在不同的角度 看看這件事的真相是怎樣 另外譬如也有些謊言 就說在這個新屋嶺 有些性侵事件發生 我們就是增加透明度 也邀請了傳媒的朋友和議員進去看過 而事實上後來都拘捕了一名人士 他是因為在網上作這個故事 就說是新屋嶺有性侵 而是被拘捕和最終判刑 當然我們作為警方人員 自己都要自強不適 要做好自己的本份 在我們每天接觸市民的時間 要將我們的專業性提高 從而維護好的警方關係 當然我們也要努力和不同的界別 包括學校界、家長界、青少年界 甚至有很多非政府機構加強聯絡 從而建立我們的良好警民關係 多謝 這邊後排 綠色深的那位女記者 麻煩你 你好 處長 深州維市的陳玉 我想問一下第一個問題 你也想請問一下 上年經過成年 其實這個社會氣氛都有不同的轉變 處長你覺得跟你 剛剛上任的時候相比 警隊有哪些方面的轉變 還有你自己覺得上年最大的挑戰是甚麼 還有想追回剛才那個警民關係的問題 其實你自己有沒有覺得上年的警民關係 其實都有些轉變 第二個問題 你也想問一下中聯辦 樂主任 31日他探望這個警隊 想問一下處長你當時的感受和同事的反應 你怎樣看第一次有中聯辦主任 還未問這個警隊 分享一下這個細節 第三個問題 你想問一下 其實今年處長 有時候說處長首要行動 第一個就是維護國家安全 其實你個人上年都經過不少 譬如像制裁那些方面 其實你覺得接下來最大的挑戰是甚麼 OK 謝謝 好 首先經過了過去一年 我們的嚴正執法 還有就是剛才提及的法庭的判刑 其實整體上的社會氣氛 我相信大家都看到 是會改善了很多 特別在治安方面 大體上現在已經是回復平靜安全 不會出到街有汽油彈到處扔 不會無緣無故被圍著打 我相信這就是社會氣氛上的一個最大的改變 那去年的最大挑戰是甚麼 我想第一樣就是如何是將這個 是止暴制亂的事情做好 另外也提到是警民關係有甚麼轉變 我亦都留意到 最初可能是去年去到這個暴力很厲害的時間 社會上是比較感性 可能有部分人是比較 可能是說 最初的時間會因為很多錯誤的報道 就喊喊同情了示威者 到後來現在是看清楚這些暴徒的真面目 亦都經過理大事件 見到這些隧道被人打到爛了 譬如中文大學的校園被那些暴徒全部打到爛了 其實都已經是認清了事實的了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現在同事在外面做事 由最初可能有些人有不同意見 到現在很多時候出去做事的時間 市民都說多謝阿Sir加油 對於中聯辦駱主任 1月31日探訪我們的同事 當然駱主任和特首來探訪我們 我們表示非常高興和榮譽 駱主任是代表中央認同我們在抗暴的工作 這個我們是覺得非常光榮的 亦都是因爲這樣 我們亦都是會 一如既往那樣 是會維護好國家的安全 維護好香港的治安 亦都是會服務市民的全心全靈的 是 接著是問Madam劉 我交給Madam劉 我自己回答 好 麻煩處長 第一個關於 今次國家安全 立入了首要 處長的首要行動項目 這正正反映了我們警隊全體人員 都擁有一個共同的決心和信心 是肩負著這個重任 去定必 就是竭盡所能去維護這個國家安全 和我們主權的領土完整 所以就是 立入了在處長的行動項目 而你說至於 我們國安法有了之後 我們這個國安處成立之後 首先我想說 就是維護國家安全 是每一個國家的頭等大事 我們國安法是指在防範 制止和懲治 一些極少數危害 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和活動 立法的目的主要都是 完善國家安全的主權 領土和國家安全的機制 而我們很希望 絕大部分的市民 都可以保障到他們的生活 和財產和基本權利和自由 所以我們最開心 就是見到 國安法立了之後 可以令到香港的社會 回復到穩定 也都令到廣大市民 去配合支持 我們最希望 第一 市民應該嚴守 國安法的法律 和停止任何有可能 是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至於最後的問題 你問我制裁的問題 我之前都回應過 在制裁之後 對這件事 我是無謂無懼的 我覺得作為國安處的副處長 我這件事 是非常光榮的 謝謝 我想補充之前 對上一個提問 我想說 警員 更加需要 我剛才說出來 說得不清楚 我並非說警員 更加需要知法犯法 而是說警員 更加需要知法手法 我避免剛才那句話 說得不清楚 好 右邊第二行 白色三個位 呂記者 四位你好 明報何玉慧 有三條問題 關於國安法想查詢 首先就是剛才 處長在立法會提及 拘捕組織和參與民主派初選的55個人 涉嫌顛覆國家政權 並且說他們是以攬炒十部曲為目的 究竟警方怎樣證明 所有的被捕人都有這個企圖呢 對於外界批評這個行動 是打壓民主派 你有怎樣回應呢 第二就是國安法第四十三條的實施細則 都賦予警方多汗的權力 自從國安法實施以來 警方進行過多少次的截取通訊 秘密監察 凍結和查核銀行戶口 和封鎖網站 請逐一去列出 第三就是當疫情過去 市民可以再次集會和遊行 如果支輪會舉行這個六四集會 會不會涉及違反國安法 和警方會不會批准 謝謝 好 就著第一個問題 問是有甚麼證據證明 首先我們作出拘捕 還是有一個我們合理懷疑的證據 才會作出拘捕 拘捕後 你的警司就著我們的理據 已經解釋了 尤其這件案進入調查階段 我想也不再多說了 我相信日後是有檢控的時間 法庭裏面大家就很清楚看到我們有甚麼證據 我先回答第三題 第二題我回頭就給我們的副署長 國家安全塔 在抗疫過去之後 市民可以再次集會 當然根據香港的法例 市民享有這個集會和遊行的權利 這個是不會變的 這個是公安條例裡面講得很清楚 但是公安條例裡面也有提出 就是按照法例我們要考慮各項因素 如果是跟一個維護國家安全有關 公共安全有關 公共脅帖有關 或者保護他人權利治疗有關 那就也可能要考慮到 經過風險評估才決定批與不批 我想這個跟以往完全沒有分別 我們這個公安條例一如既往 都是基於我剛才所說的因素 去決定是否批准集會 因為有國安法而有所變 下樓副署長 多謝署長 在國安法第四十三條 我們有七項權力 大家都清楚這七項權力 因為基於行動和保密方面的考慮 我們行使這些權力 一些很實際的資料 我就不可以公開給大家 但是我們可以跟大家說 就是在就著充公財產那裡 我們是用過 雖然我們附表三這個權力 在國安法那裡我們沒有用過 但是在實際情況那裡 我們是引用過 有組織及嚴重罪案條例 我們那裡曾經凍結過 在四宗案件那裡 總共凍結過六千五百萬 我也想說 我們第四十三條 我們有七項措施 但實際上有四項措施 已經存在在香港法律那裡 例如入屋搜查 凍結財產 提交物料令 以及截取通訊 而我們每一次行使這個權力 也都有很嚴格的監管 以及也要得到一個人士的批准 是由保安局局長 法官去到行政長官不等 所以這些權力 也都是在其他的 國家安全法例那裡 是普遍存在的 我想補充這麽多 謝謝 右邊第二行 黃色衫那位藍記者 四位你好 香港01記者 凶帆許 幾個問題想問 首先第一個 想問一問關於國安署方面 其實想了解國安署 現在的編制人手其實有多少 之前截取通訊專員都提過 暫時還沒有規管 國安署的折取和一些秘密行動 想問一下警隊覺得 會不會這一方面 於人的感受 國安署是缺乏監管 第二個問題就是想問 就是 警隊去年就建立了一個 誠信審核小組 裡面有自願驗讀計劃 以及升遷這個財務申報 想問回 截至現在為止 有多少警員是參與了這個 一個自願驗讀計劃 有多少警員是不合格 警隊是會對他們作出些什麼 跟進 有沒有警員是受到處分 那財務申報方面 同樣都是究竟有多少警員 作出了申報 有沒有影響到聲線 還有有沒有一些 任何的跟進 麻煩你 好 對於國家安全打擊 違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動 所以那個人手就不方便在這裡說 至於這個截取通訊 雖然我們這個國安署 根據這個國安法的截取通訊 並非是納入現在這個 截取通訊專員的監察 但是其實在我們那個國安法裡面 裡面的實施細則附表錄裡面 是講得很清楚的 我們一定是有一系列很嚴格的要求 並且包括要是授權申請 要回報的情況 還有就是要由特首自己 是本人去批核的 所以也有一系列其他的實施細則 是確保我們這個運用權力是適宜的 至於這個承訊生物小組 我們就是有一個自願驗讀計劃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突擊的自願驗讀計劃 就是我們是突擊去檢驗的 檢驗的時間當然要去自願 到目前為止 我們進行了四百多個這些檢測 沒有同事是不同意做這個突擊檢測 而突擊檢測的結果 結果全部都是陰性的 至於就是我們那個財務狀況聲明 到目前為止都是長順的 亦都是全部都是作出聲明 亦都沒有任何問題發現的 到目前為止 最後兩條問題 右邊衣服中間粉紅色衣服 三位女記者 大家好 想問一下去年涉及駕駛街址人的罪案數字 被捕人數 以及想問他們犯的案件裡面哪類最多 以及有什麼原因的 以及想問一下裝備方面 接下來警隊有沒有計劃去購置新的裝備 例如有新的水泡車之類 另外第三條問題就是想跟進那個警民關係 其實過去一年警方都下了很多資源在這個警民關係 那處長你覺得這個警民關係其實有沒有改善了呢 麻煩 好 首先有關於免遣犯申請那些遲那些所謂的行街址的人士 數字方面 2020年有934名 比2019年的657名多了277名 上升了42% 那他們牽涉主要的罪行 包括有店舖盜竊 一些雜項盜竊 還有一些嚴重的毒品罪行 最主要是這幾方面 那這些像的上升 我相信是 其實跟其他的罪行都很類似 第一樣就是 由於上半年 我們用了大量的警力去處理這些是反收力的暴力 所以令到我們警力是攤薄了 那另外呢 也是這個不守法意識 在這個反收力的期間裏面 大量的人是對於法律的不尊重 一件人又打 一件事又弄爛 那這樣令到這個不守法意識呢 是蔓延了去的 那我們對於這些罪行呢 首先是 現在是由於我們的警力已經是回復 我們是那些防暴警察 基本上已經是回到警區工作的了 那我們繼續採取一個高資泰巡邏 嚴政執法 情報主導 還有也都是推動回 這些小數族在的社群參與的 那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有關於我們那個 是購置的裝備 那還有會不會買這個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輛 那其實呢 我們是在今年這個財政年度裏面 財政預算裏面呢 是會再添置一些的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輛的 那最主要呢 就是希望添置一些比較細價些的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輛 那令到一些比較窄些的街道都能夠使用的 那另外呢 就是對於我們的保護裝備已經添置了很多了 另外就是呢 一些呢 是低殺傷力的武器呢 實際我們都是 有兩款 現在已經開始是試行用的了 就包括是一個催淚的水槍 還有就是胡椒球彈的手槍 那是警民關係方面呢 那當然其實我們都發覺過一年已經是有所改善 那最主要呢 就是我們現在是很快地這樣 將一些不確的謠言澄清 那變成了很多的抹黑 現在已經是沒有那麼容易被人抹黑了 那另外呢 我們都加強了透明度 除了我剛才說過的現場直播之外呢 其實我們是多了在我們的網頁上面 將我們很多資訊拿出來 也都進行很多的記者招待會 或者一些案情的簡報會 還有呢 我們由於現在的同事是可以回到區裡面 那也都是進行多了很多一些社區警政的活動 包括呢 就是 是跟一些不同的機構啦 學校啦 或者就算在街裡面巡邏的期間呢 也都多了時間呢 是可以跟市民去傾談啊 看看他們的需要等等 那所以呢 是很明顯看到一個改善在這裡 好 最後一題 右邊第二行 白色衣服的男記者 小偉你好 TVB 其實去年這麼多宗法庭審訊裡面 都有一些裁判官都批評警員 有一些證供不信 甚至批評是謊謊 其實警方會怎樣跟進 警員這個承信的問題 內部會不會有些調查呢 另外其實當中有些法庭都說 現在有些證據其實都不充分 其實警方在拘捕之前 其實是否已經想握了充分的證據 才作出拘捕行動呢 麻煩 那首先呢 首先呢 就是看回我們 在這個反修例裡面 有940多宗的案件已經完成了司法程序 就是牽涉940多個人的案件已經完成了司法程序 超過8成的案件呢 這些被告呢 都是要承擔法律後果 包括被定罪和簽補守行為 那當然呢 有個別案件都會留意到 有些法官呢 是有些指控或者評語的 那我們對於這些指控的評語呢 我們呢 是有每一件都會小心去看回 究竟我們有沒有些改善的地方 那至於我們拘捕了和檢控呢 是有一個很多的因素考慮的 首先呢 這些反修例案件是很複雜的 包括可能是很多人 我們去看很多視頻 從而抽屍摸檢 去怎樣找回這些疑犯出來的 那事實上呢 我們呢 差不多是每日都還有一些 是舊的這些案件的人呢 是被我們檢控的 那這個工作呢 是守正工作呢 是一直不回庭的 大家看回呢 這個是2014年的非法佔中的案件 我們很多呢 都是若干年後才告的 總之你犯了法 我們就一定有方法找證據去告你 所以不想被人告呢 就不要犯法 好 今日記者會結束 多謝各位出席 我們請問一下 我們請問一下 好 或者我補充答案 多谢各位